馬會上年度投注額創新高達到2797億 其中賽馬投注額上升12.5%至1361億 由於歐洲國家杯等大型賽事 復辦或延期舉行 足球比賽數目比起以往多 足球博彩投注額達到1402億 上升超過50% 不過馬會在疫情期間 曾經關閉場外投注站 綠合彩繳豬亦都在上年2月至9月暫停舉行 投注額只有34億 下跌近35% 馬會說超過90%的投注額 是來自網上和流動平台